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呢我们要做一个大众塔罗占卜 那今天的这个占卜呢是未来的一到两个月 从你看到影片开始呢 未来一到两个月的有什么样子意想不到的好运 或者意想不到的惊喜 或者是意想不到的祝福 总而言之是一个意想不到的 但是是好的 我觉得就最近大家都可能 我个人也觉得就是有一点 不晓得就这几天 总觉得有一些就是烦烦的感觉 但也不是什么不顺 就反正没有什么值得开心的事吧 应该这样说 所以呢我觉得应该要来做一个占卜呢 是这种比较Uplifting 让大家可以心情好的这种占卜 OK 然后把大家的这个能量呢都拉起来 好那所以今天有四个四副牌 有一二三四四组牌 那你可以选择就是就是按照号码来选 那上面的话我也有四张图片 你可以选四张图片 那四张图片呢是根据你现在目前的状态 你觉得哪一张牌组呢 最能符合你现在目前的状态 OK 你现在目前的最能形容你现在的心情 哪一个是你觉得最像你现在心情的这一张牌 那你选择那一组牌组 OK 所以这张图片呢 有一点类似像是认证牌一样的 OK 好 那如果你需要更多时间的话 你可以暂停影片 那么时间轴我会写在下面的Description box 还有留言区的地方 那废话就不多说咯 我们就从第一组开始咯 好选择第一组牌组的话呢 你们选到的这一张牌 最能符合你现在心情的牌 是这一张 Angel of Love Yeah OK 就是很多粉红色有没有 如果你背这一张 我觉得呢 如果你现在 不管你是单身 还是不是单身 我觉得你现在的心情呢 就是非常的 想要有人爱 想要有人陪 或者是有很多很多粉红色的泡泡 我甚至觉得如果你会选到这一张牌的话 我觉得你应该最近的 好 这个有两个极端哦 最近就是过得超级幸福 OK 幸福到不行 所以你就是看到什么东西都粉红色的 然后捧一个心 要不然就是你现在呢 心情其实是低落的 或者是心情很遭到一个不行 然后你很希望有一个人可以疼惜你 你希望有一个人可以了解你 然后可以给你很多很多的安慰 然后在你很累很辛苦很烦 然后有一个人可以陪伴 OK 所以你很渴望有一个爱 所以这是两个极端哦 所以我觉得如果你现在是比较无所谓啦 随缘啦什么的话 可能这一组比这个 至少你我觉得不太会选择这个 我觉得会选择这个的话 一定是现在超幸福的 要不然现在就是超级渴望被爱 OK 超级渴望有人陪 那这个爱的话 当然我们也可以是分很多啦 就是可能想要友情啦 亲情啦 但是当然这张牌更多的可能是想要交男朋友女朋友之类的 OK 但是呢我觉得就是渴望爱 渴望被理解 渴望有人陪 OK 你可能有一点孤单寂寞冷啦 心事没有人说啦之类的 OK 所以这个是你目前的一个状态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你未来呢 这个一到两个月有什么样子的一个 Unexpected blessing 好 Get creative 这个 Interesting 他这一张牌哦 Unexpected blessing 这个叫Get creative 是说你要具有创意一点 OK 然后呢我其实还抽了一张塔罗牌哦 塔罗牌的话呢是这一张牌 Oh 太阳牌 可以看得到吗 Sun OK 这张牌是太阳牌哦 所以你未来的这个一到两个月的这个Unexpected blessing哦 完全不能够被预测的意料之外的这个幸福啊 祝福啊 好运啊 惊喜啊 就是呢 我觉得有一部分的你们你可能会觉得哇超级有创意的 然后会很想要做一些特别的事情做一些很大的改变哦 那当然还有这一张哦 所以这张牌我觉得还有灵感 Right 你如果你是那种很需要灵感 可能是跟什么艺术啦 写作啊什么东西有关的话 这张get creative也是我觉得你可能最近的灵感会很多 Right 因为不管你是幸福还是你渴望爱 这种这种状态我觉得其实的确哦 是会这种创作能力啦 创造力啦 可能真的是大爆发的时候 OK 那这张牌还有太阳牌哦 你的还有什么好运呢 就是一切呢开始会往好的方向走 当然如果你现在已经就是在非常好的状态 那就是会更好 幸福到一个不行 开心到一个不行 一切都是非常阳光的光明的明亮的 Right 那但是呢我觉得如果你是另外一个那个渴望爱的那一个群组的话 这张牌我觉得你会找到一个幸福 OK 找到自己的属于自己的幸福 找到开心的全员 Right unexpected 这是这是在你无意之中哦 就是会会给你的 OK 然后呢 所以幸福感啦 你会突然觉得 我觉得这一张牌可以是小幸福哦 那种 对不对 小缺陷什么之类的那种 可能我突然想到就是 哇喝到一个好好喝的咖啡啦 或者喝吃到一个好好吃的东西 你会觉得哇 你完全没有想到在这样子的一个地方 你可能会吃到一个让你这么感动的东西 也有这样子OK 所以是一个unexpected的一个一个一个小确幸 或者是也可以是大幸福啦 不见得是小确幸而已 因为这是太阳牌大牌哦 所以我觉得是是让你非常开心的一扫之前的很多阴霾 也许你之前很渴望爱啊很什么的 你突然发现我可以自己给自己很多很多的爱 我去做我喜欢做的事情 我去追求我想要做的事情 然后还有这张牌 我觉得创造力这张牌也蛮interesting 讲到因为讲到这个太阳牌以后 我就突然又有一个那种message 不晓得为什么会突然想到风水哦 因为想到大概一年前的时候 就是心情很低落的时候 我就是看一大堆风水的节目 然后我就觉得我要动手来做一做 我也要把自己的这个家居去改一下 然后我觉得自己的幸福是自己可以创造 我知道为什么我突然想到这个 因为我刚才讲说 有的时候自己的幸福可以自己来创造嘛 所以呢我就我就想说 那我要我要怎么样子可以做 因为那个时候也是疫情的时候 那当然这个影片呢是没有时间限制 所以不管你是不是在疫情之中 还是不是在疫情之中 那我只是在举一个例子 当时也是有疫情啊 然后可能不能不能出去啦 或不不过我本来就是一个很宅的人啦 所以如果就算不是疫情 我也可能是比较常宅在家里面的 OK那反而我觉得呢 我想要做一些变化 做一些改变 那就从居家的风水开始做起咯 因为我觉得不一样的改变以后 你的心情上面也会有一些不一样的变化 那的确我觉得做了一些东西以后 就真的自己感觉 可能因为自己感觉变好了 然后你也会可以就是吸引更多的好的东西来 然后就是蛮多开心的事情 后面就接踵而来哦 那所以呢 我真的觉得这个是你们的 Unexpected blessings 你们意想不到的一些好运跟祝福 是就是会有创造的全员啦 我们刚才讲的找到幸福感啦 不管是别人给你的 还是你自己开始主动去追求自己的幸福 是这个样子 好 然后最后这张牌呢 是给你们的一个建议的牌 建议牌 你们的建议牌是这张 Page of Wands 应该是这个 这张牌应该是那个 因为看到一个火苗有没有 所以这张牌应该是这个权杖逝者 权杖逝者 所以这张牌给你的建议是什么呢 真的就是 就是一个火象星座嘛 其实你们 我觉得你们这个红色的感觉很多 除了这张牌 这一副牌 它都是这种这样子的颜色 所以就金色啊什么的 但我觉得火象能量 不管是太阳啦 还是这个权杖啦 还有这个love 都是太阳能量 或者火象能量比较强的 所以给你的建议是什么呢 把自己的能量提高 就像我们刚才讲的 你要充满热情的去做很多很多的事情 这张牌也是inspiration哦 这张牌是这个权杖逝者嘛 它就是充满了活力 然后已经要get ready 我现在可以随时接受挑战的来临哦 所以我觉得就是给你们的建议是 保持这种战斗力 保持你的热情 然后呢 如果就是真的是最近感觉啊 情绪有点低落啦 什么的 你可以做一些事情 让你自己可以开心起来 可以能量提高 吃好吃的东西 我们刚才讲的 那是最容易的嘛 然后或者我觉得甚至做运动 right 因为这火象能量比较强的话 我觉得是做一些active的东西 比较活跃活药性 如果真的你现在是不能够出去 困在家里面的时候 就有很多的影片 也是可以自己在家里面做的嘛 像其实我之前 因为你知道被骗太多了 每次去那个 去那个什么 那个买那种会员的那个 去去去去去去建嘛 之前 反正这就是一个long story 所以我现在就是非常的不喜欢 要花钱去去去健身房 所以呢 我就是在家里面自己做一些运动 这样子的 你也可以 就是你知道运动到累到一个不行 所以 不管 总而言之呢 我说 有一些东西 其实你不用花钱 你在家里面也可以做的 那如果你是 我没有 我一定需要有个动力要出去 才能才会愿意做某些东西 我一定要花钱 我然后我要去 然后我这样才会觉得 我这样值回票价 无所谓 doesn't matter OK 你选择你 对你来说 最好的方式跟方法 我这主要这张牌是告诉你 提高你的活力 提高你的 这个 如果我真的觉得 如果这个还有 就是如果你 你睡眠不足 缺少睡眠的话 因为活力有的时候 也是跟你 就是老是觉得好累啊 可能你真的是 没有好好的休息 好好的休养 所以也记得就是 晚上呢 好好的把 养精蓄锐 让你每一天 至少早上的时候呢 可以是非常的 有活力的 那我也可以建议大家 可以吃那个 维他命B群 混的那个 multi 所有的B群都有的 好像通常B群 除了12 不会含在里面之外 B 你可以买那个 就是全部的B 都在里面的 什么B12345 什么一大堆的 通通都有的那一种 然后 因为B群 是可以补充你的活力的 OK 所以 我觉得也可以 多吃B群之外的 那 或者是 我觉得也可以吃那种 红色的食物啊 Right 因为红色的食物 你没有发现 所有的快餐店 都是用红色跟黄色 就是会让你食欲大开 让你开心 所以 我觉得也可以多看一些 那种红色黄色的这种 让你不要这么的 feeling down 然后觉得 啊 懒懒的 然后至少 如果是在家里面 可以把尽量 让他开 明亮一点 OK 不要这么的昏暗 把窗子打开啊 把这个 帘子打开啊 Right 所以这个是给你们的一个建议哦 我觉得这样子就可以带来很多很好的能量 然后也可以迎接这一个 你印象不到的一个好运哦 那 这个就是给一号牌组的一个解牌 希望对你们有帮助 如果你们有任何想要跟我分享的呢 都可以写在下面的留言区哦 那也不要忘记帮我分享 订阅 还有按赞我的频道 还有我的影片 也可以顺便把小铃铛打开 谢谢你们的观赏 我们下一个影片再见咯 拜拜 好 二号牌组 你们如果选择的是这个 这一张牌最能够 反映你现在的心情的话 这张牌叫做 Appreciation very very nice 这张牌叫做什么呢 感谢 感恩 我觉得你们现在可能就是 我觉得这张牌出现的话 或者你选择这张牌 其实我觉得在某一方面 你可能也是非常的平静 right 你 你也是比较随缘的态度 我觉得是那种 有也好 没有也好 一切可能都算是 这种命运的安排 你接受 OK 你接受 但是我觉得这个不是 那种 你来顺受那样子的意思 我觉得这张牌 还是有正面积极的感觉 你接受 但是并不代表 OK 那就这样 OK 我觉得还是会有 我接受这样子的安排 可是我可以从里面 学到什么东西 然后呢 在我接下来的 这个人生的这个东西 我要怎么样子 可以更正面 更积极的面对 去处理很多的状态 处理自己的心情 怎么样让自己 可以更平和 更好 right 变成更好的人 我觉得这张牌 也有这样子的感觉 OK Appreciation 不管你是感谢对方 别人 为你做的很多很多事情 你甚至也 也应该要感谢自己 或者是你也会开始 我觉得这个也可以叫做 你Appreciate yourself 有很多人 可能是不喜欢自己的 right 我也可以 我也是其中一个 OK I'm guilty of it 2 我也是不喜欢自己 觉得 怎么会长得这么不好看 怎么会长得这样子 我也不觉得 我的声音好听 我也不觉得 就是长得特别怎么样 天仙大美女 no 反正总而言之 就是之前 大概就至少 10年前吧 就是我在 开始演戏 以后 之前 就是对 反正对自己 诸多的不满意 怎么这么胖啊 怎么这么难看啊 等等等等 但是后来开始 有的时候后来开始想 就会觉得 如果真的可以让我回去改变某一件事情的话 我会不会想要做一些改变或什么的 结果后来想了一下以后 我就想说 也算是接受现代 现在的自己 因为我觉得 我不觉得现在的自己比较差 比以前的自己差 然后也开始接受自己就是这个样子 当你接受了以后呢 你才可以去做一些改变 或 我觉得是好的改变 而且你就接受了以后 我不晓得这要怎么解释 我rease大家会不会有这样 就这样感觉 就觉得 对啦 我就是这个样子 有一点点消极 但是 你就说对啦 我就是这个样子 好像也不能 除非真的就是你知道 打碎重来 投胎的转世 对吧 但是 可是呢 又觉得 又不能觉得 就这个样子 就算了 好像彻底放弃 又觉得好像太不OK了 所以还是会想要让自己 既然 比如说外貌啦 其实对很多的东西 其实是对自己的外在的这个不满足 不开心嘛 那就想说 那是不是有别的方式可以让自己可以更好 或者就接受 像我真的觉得声音就觉得不好听 然后我就硬逼着自己听很多很多自己的声音 看自己之前演的东西 就是 就觉得 哇 怎么会这么 这么不OK 这么难看 这么丑这样子 对自己的批判 但后面也开始就觉得 对啦 我就长这样子 那不然要怎么办呢 怎么样子可以让自己看起来比较好看 怎么样子可以让自己看起来更有自信 有的时候我觉得 我觉得很神奇的事情 就是 如果大家有看之前我的影片的话 就知道我之前 我最近这几天没有在看啦 因为我实在是看得太快了 加师傅一提 我是从第一集 他们第一集开始 2018年年底的时候开始 我一直已经现在追到今年了 已经追到今年的三四月的那个集数 OK but anyways 我就看 然后我就看了以后 我就发现其实里面啊 如果大家有看的话 甚至你不用看这个节目 你也可以看别的节目 很多人其实你也觉得他长得还OK 很普通 没有什么特色 可是他也许他有一个自己的魅力 right 因为他 他对自己开始有自信了 这也是为什么很多明星 我觉得他们开始有名了以后 你会觉得他完全跟之前不一样 他变好看了 第一个自信起来 因为有很多人喜欢他 很多人鼓励他 给他很多的支持 所以他由内而外的这种散发出来了一个自己特别的一个魅力 然后有很多你以前的是缺点的东西 你认为是缺点的东西 其实他变成是你的独立的特色的其中一个 right 你会觉得哇 你可能一直觉得是一个缺点 可是这个东西有可能就变成是只有你才有别人没有的东西 那就是你独一无二的 所以 我只是做举例 就那个我看家是 比如说 里面有一个他其实就是搞笑 邪心 梁士郁 可是开始就觉得他怎么有这么多粉丝好喜欢他 都跟他说你好帅 可是他真的长得很普通 可是因为他真的很努力 我觉得那个努力让他看起来变得非常的有魅力 甚至其实我也李胜基也不是我的菜 OK 当然如果看影片有很多人喜欢他的话 但是我个人一开始就觉得他OK 不是特别好看的那种 可是也是透过节目以后越看越觉得 也是都是努力 散发出那种特别不一样的魅力 那种 我 对我就是这个样子 可是我不妥协的那种 毅力 我觉得让这个人变得非常的有魅力 非常的好看 对吧 所以 就看到这个让我想到这样子 所以我觉得你们开始就是有这样子的一个 你努力 你想要做改变 你不妥协 你接受 但是你不妥协 这个就是我刚刚想讲 对了 讲了这么多 就是你接受很多东西 可是你不妥协 我觉得我可以再更好 我可以再做一些改变 我可以再变 可以变得更完美 right 好 大概是这个样子 这个是你们现在目前的状态 那我们看一下你呢 未来有什么样子 unexpected的一个 一个blessing 有什么样子意想不到的一个祝福 好运跟这个惊喜 那我来看一下 你看 是不是 love 因为我就说了吧 你接受了以后 真的 大家 我真的 这不是装不出来的 OK 虽然我是演员 但也装不出来这件事情 OK love 这一件这个东西 你开始接受但你不妥协的时候 我觉得你有你真的魅力四射 OK 你真的会开始有很多人感觉到你的魅力 我觉得这个love不管是这个love 我觉得是你对自己的自爱 OK 还有别人给你的很多很多的爱 还有你给出去给大家很多很多的爱 博爱也可以 所以我觉得你会接受到 未来意想不到 一两个月你接受到 大家有听到就是电话响 所以被中断一下 所以呢 而且正在讲到 你会接受到很多很多人的这种喜爱 很多爱 所以我觉得你看 也会有邀约 来电话来了 邀约 讯息 你的这个意想不到 未来一到两个月的这个 意想不到的好运 惊喜 就是爱 OK 就是爱 来自各个地方的爱 各个地方的注目 还有来自你自己对自己的爱 真的 我刚刚就想说appreciation 你现在充满了感恩的心 充满感谢的心 而且这个我必须要讲 这个感恩啊 感谢不是你就是随口讲 讲啊 因为已经变成是一个口头禅了 或者是什么 你不是打从心底的这种 可是 的那种状态哦 是必须是真的是真心诚意的感谢 所有的事情 而且希望去做到 有 就是自己可以 出一份力量去改变某一件事情 让世界更好了啊 什么东西 或者是帮助别人啦 OK 所以这个因为这样子的这种状态 你这种很好的能量 真的爱 到时候 我觉得未来一两个月 你会有 有非常非常多的 这种爱啊 你的魅力四射 无发当 塔罗牌我也抽了一张哦 就是你有什么样子的 一个 一个 一个意想不到的 那个 wow number eight 这是大牌 诶 等一下 不对不对 金币吧 金币吧 这张牌是金币吧 真的 你看 这是处女座的一张牌哦 其实你知道 这张appreciation 我刚才也有感觉 很像处女座的那个原因 不是因为啊 什么什么完美主意啊 也不是 是因为服务 处女座其实 它的一个主 关键词 关键字是服务 因为它是第六宫主管的 它就是代表服务 所以这张牌哦 我觉得是服务 或者是去 刚刚我们也说了改变 而且这张牌 代表什么 fix 修理 或者是 继续不停不停的 鞭策自己 努力不懈 达到最好 最高最棒的状态 所以这张牌真的是 我觉得 我觉得你可以有 不管你在你的技能方面啦 我们刚才也讲了 你的 你的这种 所有的状态 都已经达到最佳的这种 最好的一个状态 我真的觉得 所以别人也会开始注意到你 注目到你 然后呢 这张牌 因为它是代表 金币吧其实是这种 有的时候我们会讲啊 的确是有这种 完美主义的倾向 是努力不懈嘛 但是呢 Unexpected 有什么样子 这个 就是你的努力不懈 你的这种 也许不是追求完美 但是你就是毅力 我们刚才讲的 很多的毅力 很多的不妥协 很多的 你想要去 让自己变得更好 的这样子的一个想法 我觉得你会得到 非常非常多的回馈 会被别人注意到 我觉得这张牌 我觉得可能 你在你的工作上面 工作岗位上面 你的金钱上面 可能都会得到 一想不到的回馈 跟回报哦 因为这边也是love嘛 所以我真的 你会被注意到 你会觉得 很多人会觉得 而且我甚至觉得 很多人也会非常感谢 跟感恩 有你在 因为有你在 很多事情 哇 你可以解决好多事情 你好棒哦 你真的是 非常厉害 就觉得 哇 有你真好 就只有这四个字 有你真好的 这种感觉 所以 意想不到 是你 我觉得你会得到 很多人的一些祝福 感谢 然后 大家很喜欢你 不管是你 我觉得 哇 这个是你知道 友情啊 爱情啊 亲情啊 还有这个 你知道 事业啊 财运啊 我觉得都是 水涨船高的 这种感觉 未来的 大概一到两个月 这是你完全没有想到的 意想不到的 为什么你是意想不到 因为你现在 其实你就只是在 专注在 让自己变得更好一点 你没有想到 啊 我要让自己变得更好 是因为我想要人家注意我 我想要人家喜欢我 No 你只是觉得 我想要更好一点 但是这个 the side effect 他的 他的 side effect 英文是什么 不中文是什么 是那个 就是 通常side effect 是不好啦 是有不好意思 但是他的side effect 就是 哇 别人 别人怎么开始 注意到你 别人觉得你好有魅力 然后会给你一些 你 因为你努力 给你的相对的回报 或者是甚至 高于你想象的 一些回报 给你 那 最后一张牌呢 是给你的一个建议 你的建议是这一张 哇 又是处女座的牌 等一下 等一下 不对 不对 你知道这一副牌 很有趣 是因为我 因为它太珍贵了 所以我不常用 可是它应该是 都不太写 那个 我查一下 这个应该是 hermit 但是我 double check 不是hermit OK 它应该是 全 权权 这个是权杖九 权杖九 OK 权杖九这张牌 因为本来看到这个是一个 是那种 Forest 想说 是不是hermit 不是不是 这张是权杖九 这张是wolf 你看哦 它的这个是这个 一个野心薄薄的一个或者看起来其实有点凶狠啦 有一点凶狠的这一个这个狼有没有 你看它虽然它的它凶狠我觉得是因为它受伤了你可以看到它的腿流血了吗 我觉得其实你就是即使你伤痕累累哦 但是呢你绝对不妥协 你绝对捍卫到底 这个是给你的一个建议哦 我觉得你已经是在这样子做的这个方向当中了 但这个我觉得是再加深double confirm 确定确认证确认你现在走的路就是对的 不要妥协 不要 不要轻易的放弃 轻言的放弃 其实你已经在最后 其实我觉得这个甚至你可能真的觉得心累啦 啊我这么努力 到底到底是为了什么啦 因为有可能到目前为止你并没有看到任何的一些回馈跟回报对吧 因为这个是未来一两个月的一个你意想不到的回回这个好运嘛 或者祝福 所以目前为止我觉得你可能真的觉得我好累我想放弃 我怎么我干嘛这么的傻啦 或者是我为什么要这么这样 大家又不又不又又又没有很很很感谢我很感激我 或者是什么等等等等哦 可是这个这张牌出现了给你的建议是继续保持努力 千万不要轻言的放弃哦 即使哦真的有可能有人 呃重伤你啦 欺负你啦 你也要用这种坚毅不拔的心哦 走过这样子的一个艰难的这种时刻哦 因为你很快真的会得到你应该得到的一些回报跟祝福跟好运 那就祝福选择到二号的朋友 我好像讲的特别久 不好意思我讲完 是不是有点啰嗦 如果你觉得我讲的还不错 你觉得有啊有被鼓励到的话也可以在下面留言告诉我 这样子的话 因为有的时候我就不太晓得到底大家喜不喜欢听这样子的东西 呃我不是想要 我希望大家不会听起来很像说教 因为我觉得说教听起来就会很想要快转对吧 呃我想要用那种分享啦 让大家有那种听故事的感觉啦 会觉得哇听起来好有趣哦 呃的这种感觉 就不会想要快转对吧 那所以如果大家可以给我一些回应 或者是有任何想要跟我分享的那都可以写在下面的留言区 那也不要忘记帮我分享订阅还有按赞我的频道 还有我的影片也可以顺便把小铃铛打开 谢谢你们的观赏 我们下一个影片再见咯拜拜 好选择三号的朋友们 今天你们抽到的这一张牌呢 或者不是抽到啦 是你们这个选择的这一张牌做 你这张牌叫做Happy Family 所以你目前的一个状态哦 是是什么样子呢 我觉得你现在还蛮开心的 还蛮幸福的 还蛮稳定的 然后一切其实都还不错哦 那也有可能呢 我觉得这张牌因为它还有这个彩虹哦 你会选择这个的话 或者是即使你现在在有比较艰难的时刻或什么 可是你你是抱持着希望的状态 你很有希望 你不是那种哇很灰暗的想法 我觉得你你觉得哇一切都会好转了 一切就会很快就会好了 你是你是非常正面积极的这一种 所以我觉得你的心理状态还是不错的 还是很稳定的 还是蛮坚固的 坚固的 坚固稳定 牢固的 那还有就是当然有可能你目前就是所有事情 其实都不错都还蛮好的 没有什么特别不得了的事情 所以这个是目前你们的一个状态 状态 状态 好我们来看一下未来这个一到两个月呢 你们有什么样子的一个 意想不到的祝福 惊喜或者是好运来 第一张是这一张 reflect OK OK 我们还抽了另外一张 是这个塔罗牌的这个 是意想不到的一个惊喜 是什么呢 是这一张 queen of cups OK very nice 这叫什么 圣杯皇后 OK 所以未来呢 一到两个月你们有什么意想不到的好运 好运啊祝福啊 还有这个惊喜 是这个一个是reflect reflect的话 代表是这个回应 回应 怎么讲呢reflection 这种倒影啊这样子的一个意思 你看他这个也是 都是双面的这种感觉 有没有 然后呢也有这样子的一个这个亮光在 我觉得这个reflection是光辉 也让我有那种光辉的感觉 因为reflection通常是很亮的嘛 散发光芒的这种感觉 所以我觉得未来这个一到两个月 你有什么意想不到的惊喜啊什么的 或者是好运呢 其实就是光明光亮 然后呢 我觉得如果你真的做了很多很多 很好的事情啦 或者是你真的是积极正面的 一直处于在这样的一个状态 这个reflection 我觉得他会返回来给你 OK 你会 你 因为你相信嘛 这有点像那种吸引力法则 我觉得 就是 你 现在的目前的状态是怎么样子 他就会在未来的这个一两个月 返回来给你 如果你觉得 即使现在非常的辛苦 非常的艰难 艰困 可是你有 你有 信心 你可以 你有 希望 你很 嗯 就是一步一脚印去做你所有该做的东西 你保持开心的状态 我觉得 真的会有好的事情 让你可以真的打从心底开心 因为这是reflect 你会开始看到 因为 还有就是喔 因为你真的就是看到这样 就是你 你是 你是感觉是这个样子嘛 所以其实你会看到的东西 也会是开心明亮明好的 OK 不会让你特别去看到一些什么灰暗的东西 因为你知道通常如果我们的状态比较不好的时候 其实我们也会特别想要去看一些难过的事情啊 我不晓得啦 我可能我自己是这样子 或特别会看到一些就是不好的 你知道不是通常好事就有1就有2有2就有3 有的时候我们不是也是随运也是哇出了一件 然后就第二件第三件接踵而来啊 那其实有的时候是不是我们attract它 而是刚好你会特别去注意到这件事情 你反而好事发生的时候你不会特别去看到它 就跟你现在状态非常好的时候坏事出现 你也会觉得 It's ok 你就let it go 你也不会特别的去emphasize 这件这个坏事有多么不好不好不好 right 因为太多好事发生了 你看到太多好的东西 所以坏的东西反而比较微不足道 所以我觉得这张这张牌也是未来 这个一到两个月会有什么样子的好事 或者是意想不到的话 我觉得这个与其说意想不到 但是我更觉得 其实你因为一直保持这样的心态 你应该也会有所感觉说 对我应该是时候有这样子的 让我真的可以打从心底 而不是假装好像很开心 因为有的时候系理法则 我知道很多人是有诟病的一个 就是说你可能并不是打从心里面 是这样子 你只是觉得我要吸引好的东西 所以我假装我很开心 我假装我很那个 因为有的时候 英文我们叫 You fake it until you make it right 你假装到 它就变成真的这种感觉 那但是我觉得这个真的就是 有点那种感觉就是你真的 那也许你现在是很辛苦很不 很状态也是还OK 但是你真的就是 开始可以看到越来越多好的事情发生在你的周围 那当然我们也有讲 这个happy family也有可能 你们现在状态其实就是很稳很还不错的 所以呢 你的周遭其实就会反映出来这样子的一个状态 这样一个状态就是稳稳的 然后很多的这种事情都是往好的方向去走 很顺的 很沉稳的 很沉稳的 那这张 给你很多很多的这种关怀 然后照顾你 因为我觉得第一个这个我们还有讲 这个是reflect嘛 所以也许是因为你非常的 你已经主动去做这样的事情 你去照顾别人 你去分享你给别人很多很多的关怀 所以未来一两个月的时候 我觉得这样子大家也会想要回馈你什么 想要给你很多的 因为觉得你就是太好了 你很想要给你什么 很想要可以报答你什么 那我觉得甚至也可以是宇宙 因为你做了很多很多的好事 很多很多的这种关怀给予别人 那这个我觉得这种好的能量呢 其实会回到你的身上 真的reflect 未来一到两个月 就是你所做的很多很多的事情 会有这样子的回馈到 回馈回来你的身上 我们现在就讲好运 所以呢 真的要相信 就是善有善报 恶有恶报嘛 对吧 所以呢 今天因为是讲好运的部分 所以我当然是讲好的 所以如果你真的有做到一些 你觉得有一点不太OK的事情 那赶快现在即时做一个盯正 做一个改善改正的话 我觉得一切都还来得及 这样子的话 你也还是可以有好的事情 回来到你的身上 OK 比如说如果讲了一片人的一些话 或者是你可能做了一些 比较不OK的事情 你自己觉得 我觉得不是对别人 你是自己的这个 你自己这个砍过不去 OK 你可能你这个 对于良心有点不安的事情 如果你真的做了一些这样子的话 赶快即时做一个更正 即时做一个更改 我觉得会有好的事情 回回来到你身上 而且至少最最基本的话 你去做了一个盯正 做了一个改变 做了一个去 去让你可以好过一些的这个 你至少可以 比较好过嘛 你可以放自己一码了 你可以不要再想这件事情了 不用再担心烦恼这件事情了 这个就是最最最基本的 对吧 那可能还有更多意想不到的就是 别人可能跟你说没有关系 It's ok It's ok 你知道谁没有不会犯错呢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 你们未来一到两个月 有可能的一个这个好运 或者是祝福 惊喜 那么最后我们来看 这个是你们的这个 给你们的一个建议的部分 建议的话是 Two of cups Very nice Two of cups 真的就是一个互相的意思 给你们一个给你们的建议 代表 圣杯二代表互相 互相体谅 互相了解 吃与受是平衡的 然后我们刚刚也讲了嘛 其实我觉得很多 应该抽到这个的话 大部分的你们应该都是 状态是平衡的是好的 所以如果是这样的话 你们就是维持 你们这样子的平衡 维持你们的这种好人缘 你们的这种善结人意的 这样子的一个个性等等 那如果我们刚才讲了嘛 如果真的有做了一些 你觉得有点良心过不去的事情的话 那赶快做一些即时改变 我觉得别人会理解 别人会了解 别人也可以 也许知道 有苦衷吗 或者是什么的 对吧 所以给你们的这个 我觉得这个 圣杯二出现给你们的建议 真的就是互相 互相 互相 互相帮助 互相理解 互相 关怀 所以 就是这种接根受 平衡 等等 这样子的一个意思 还有这张牌 我觉得也是这种情绪的一个部分 你自己也要把自己的情绪管理好 情绪的这个气肤不要这么的大 right 我觉得是倒OK啦 我觉得真的 你抽到这张牌的话 我觉得大部分都是还不错的状态 目前为止 所以 嗯 我觉得三号牌组没有什么特别 啊 需要特别担心的啦 除了我们刚才有一个小讯息 就说如果你真的做了有些什么良心不安的事情的话 赶快去做一个小修正 我觉得其他就没有什么特别大的问题了 因为这是happy family very nice 我觉得你目前的状态也都非常的好 所以就维持保持 然后未来这个一两个月的话 这样子好的状态其实是会持续的 OK 好 这个就是给三号牌组的一个解牌哦 希望对你们有帮助 如果你们有任何想要跟我分享的呢 都可以写在下面的留言区哦 那也不要忘记帮我分享 订阅还有按赞我的频道 还有我的影片也可以顺便把小铃铛打开 谢谢你们的观赏 我们下一个影片再见咯 拜拜 好 最后一组四号牌组 如果你们选择的是这一张牌 觉得最能够反映你现在目前的状态 跟状况的话呢 或心情 这张牌叫做rest and rejuvenation OK 这张牌很像很像保健寺的感觉 塔罗牌里面的保健寺 他就是叫你要 你现在目前的状态就是正在 可能你正在疗愈当中啦 你正在修身养性当中啦 你正在养精蓄锐当中啦 或者我也可以觉得 这个是感觉到非常非常的平和 非常的平静 我觉得你现在就是有点那种神人的状态喔 就是呃 非常的这个怎么讲呢 godly like ok 就是很很很 呃 那种很像僧人那样子的 就是做 I guess坐怀不乱也可以是啦 呃 或者是说你这种 很多的 这种 很 就是稳稳的 别人有什么东西 你好像也不会特别的惊讶 惊吓 你老老成 老练的感觉 OK 这个是你目前的大概一个心情 跟一个状态喔 是这种 就是稳稳的 然后好像没有什么能够撼动你的感觉 然后 我觉得你的情绪起伏 可能也是稳稳的 然后 没有什么特别的 就是我们刚才说的 让你会觉得 哇惊吓啊 惊害怕啊 恐惧啊 我觉得都没有 非常的入定的感觉 ok 你可能最近在修炼是不是 或者是最近就是 常要冥想啊 或者这个真的是 就是你知道最近常常做一些冥想啦 做一些修炼啦 修复啊 ok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未来一到两个月 你们有什么样子的一个好运 跟一个 惊喜喔 还有祝福 release 果然 出现这张牌就是叫你release 都是这种蓝色的状态 有没有 就是很平稳 就是让我看 耳边听到是那种大海的声音 然后眼前看到是那种一望无际的那种感觉 非常非常的那种 舒服 ok 夏威夷 有什么之类的那种感觉 ok 好 那塔罗牌我们也一样抽到了 抽出一张这个好运的部分 那这个是 King of coins 果然就是那种稳稳的 稳稳的感觉 ok 所以未来一到两个月有什么样子的 这个好运啊 祝福啊 惊喜啊 第一个是这个release 我觉得你会放掉很多很多的 不ok的东西 ok 你会开始release一些 比如说对你不好的人事物 ok 断舍离 呃 或者甚至是给你好的这个 意想不到惊喜嘛 对吧 或者是意想不到好运祝福啊 就是也有可能 这些人自己就自动离开了 right 你觉得 哇烦人烦你的事情 老是一直扯你的后腿 那种小人啦 小人自己就退散了 不是你去做什么 他自己就走了 或者是你 我觉得你有可能放下很多东西 你有很多东西你就放下就算了 所以别人或者 可能是人啦 也有可能是事或者物嘛 能量什么的 这些能量就会不好的能量啊 消极的能量啦 负面的能量自己就退散了 自己就走开 离开你了 你可能就会开始觉得 哇好轻松好好 我刚才讲说真的很有入定的感觉 所以你自己也会开始很 在自己也会调整自我 所以呃 你其实就已经在做这样子的一个调整了 所以很多在未来一到两个月 这些很多东西就会自己就会 开始慢慢的消散 退散 你可以离开 那也有可能是你自己选择做离开嘛 离开不好的人事物 那么这张牌 King of coins 还有什么样子的一个好运呢 我觉得出现这张牌也不错 我觉得你在工作方面 还有钱财方面也是非常好的 OK 我觉得你会开始 这张牌 因为它是钱币里面最高的一张牌嘛 所以也有可能你真的是有那种升官啦 或者是加薪的这种可能性 或者是财运的方面还不错 事业印的部分还不错 真的就是你知道小人离开了以后 Unexpectedly就觉得哇 长官员是不是变好了 同事 人员变好了 哇 别人帮助你的这些助力变多了 然后自然而然的 啊 财运也好了 然后呢 嗯 这种事业运也不错 一切就顺顺的 然后在这张牌我必须要讲 他也是 我觉得所有的国王里面哦 金币国王可能是最 最就是严肃的一个应该这样说 但是他也是最稳的 稳稳的 心情也不被影响 Right 然后呢 又非常的实际 然后 不太容易被动摇 真是打从心底的强壮 非常坚毅的这种 这样子的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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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状态 所以我觉得 嗯 未来一到两个月呢 你们出现 我觉得这个坚毅的部分哦 应该是你们已经有所感了 你已经开始在往这样子的方向 所以这个不算是 意想不到 我觉得你大概是可以可想而知的 而可想而到 但是因为你这样子坚毅的状态 呃我们刚才讲的这种坏事啊 就远退散 远离你 或你远离他 这个我觉得也许 我觉得他远离你 有可能真的是你没有想到 想象到 你只是想说我坚持 我咬牙我 我算了 Right 那结果这些人就觉得没去啊 或者是 就是这些 明明之中可能就有一些力量来帮助你啊 对吧 这个我觉得这张牌真的就是你知道 你看被那种白色的光芒包围 对吧 所以呃 这种你就会这种负能量就自己离开了 所以你可能就觉得哇 怎么最近这么顺 所以失业运财运也都不错哦 还有最后给你们的一个建议 这是给你们的建议是这个圣杯三的逆位 你们是唯一一个建议牌是 因为他我来洗牌的时候他跳出来翻出来 这个是逆位牌耶 嗯 OK 所以你们是唯一一个抽到逆位牌的OK 圣杯三 圣杯三的话哦 给你们的建议我觉得 圣杯三通常代表庆祝的意思 代表跟人家呃 跟好朋友啦 这个真的是很好的朋友 去呃这个呃 喝酒啦 玩乐啦 然后谈心啊 那这张牌逆位不是代表说啊 你就没有朋友什么的 可是我觉得你会选择 要一个人静一静 你会选择我现在要把我自己的状态处理到最好 所以我会建议说有很多的事情 你可能先暂时不要太大肆的去分享 你可能先 嗯 把一些如果真的你有什么一些打算啦 你有一些什么想要做的事情哦 你可以先开始执行 真的等到有一个 这个我好像感觉很像讲过 是不是我这个礼拜的时候有讲过 如果你真的有看到之前那个 不知道哪一个影片 我现在想不起来 我好像有讲过这件事情 有的时候有一些事情就是你 太早的这个阶段的时候去分享 很可能就会破局了 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也是让你先开始 先稳稳的嘛 不要太去分享 然后呢 嗯 先把先把东西做出来 有一个小小的一个成果 的时候你再去做一个分享 我觉得可能会更好 还有这一张牌哦 圣杯三 有的时候在感情里面 真的也是代表是这个 是这个小三啦 小四啊 小五啊 破坏的这个感情破坏者 那我觉得这个又出现一个release哦 所以我觉得你可能 嗯 也许就是你知道为了这件事情 你现在正在疗愈疗伤 或者是呃 详经蓄锐啊等等的 呃 我觉得你不要让这些东西影响到你 你就做你该做的事情 然后呢 我觉得这个我们刚刚讲了嘛 有一些这种不好的能量 人事物他自己就会退散出去 退就会走了 所以呃 我觉得有一些东西有 有的时候我们是说 哎你要分享 你要多跟人家去沟通啦 去social啦 right 去去去network啊 right 嗯 可是反而抽到这一张 当做你的建议牌的时候 我会建议哦 就是四号牌组 呃 很多事情哦 保持低调可能会更好一些 然后呢 你的低调呢 会引来 会引到这个低调的祝福 跟惊喜 跟这个 而且你 你这些东西就是你知道 默默的在帮助你 然后你也不需要特别去宣传 你就接受 这样就好了 嗯 然后呢 做你该做的事情 我觉得你们的能量就是比较稳的 我们刚刚一开始讲了嘛 比较蓝色的 大海的 稳稳的 平静 深沉的 所以真的 走lowkey的路线 我觉得你会有很多的好运 惊喜 它不是那种大大肆宣传那种非常高调的那种幸福 一号牌组反而有那样子的感觉 它很多红色的能量 你们是那种蓝色的 沉稳的 稳稳的 然后呢 你们的那种好运啊 惊喜啊 也是稳稳的进来 然后一直在旁边 你可以感觉到就是一直有那种温暖的手 在扶着你的那种 捧着你们的那种感觉 OK 无形的 能量一直捧着你们 保护你们 所以呢 这个就是给四号牌组的一个解牌哦 希望对你们有帮助 也希望 如果你们有任何想要跟我分享的呢 都可以写在下面的留言区哦 那也不要忘记把我分享 订阅还有按赞我的频道 还有我的影片 也可以顺便把小铃铛打开 谢谢你们的观想 我们下一个影片再见咯 拜拜